对内阁进行重新布局 打造下一个阶段的行政团队 台南市长赖清德接任行政院长职务 对于绿营党内布局 外界认为蔡总统已经启动 中壮世代接班的序幕 民进党跟国民党最大的差别 就是有很多的政务官 会挑选年轻的伙伴 上来做一个新的挑战 所以这样子以后的接班 才会有人才背出 蔡英文总统就任之后 民进党执政初期定位为 结构改革的阶段 首要工作就是进行改革 包括年轻改革 转型正义 能源转型等结构层面的调整 而经过一年多的改革阵痛 赖清德组阁也代表下一阶段的来临 宣告进入建设发展 迈向执政成熟 其主要稳定改革成果 加速各项建设发展 那种成果才能成为选举时 宣传的重要争计 赖清德接院长是一个起步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可以看得到 蔡总统从党主席的时代 就一直在持续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赖清德上台之后 他应该也一定程度代表着 民进党一个新的世代 已经逐渐浮出台面 承担重任 包括像是国发会副主委 龚明星 农委会副主委 陈吉仲等人 现阶段出任副首 等到时机成熟时 他们都将慢慢被扶正 民进党内中壮世代 接班的序幕 逐步历练中央执政经验 下阶段接班梯队 映然成新 欢迎新闻 廖文璞 陈宇荣 台北报导 9 g 4 4 4 2 4